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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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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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末票不好买吧 买到了 完了 路总找我了 快去 快去 我快去了 姐 行了 我们回上海见喽 请你吃火锅 火锅 拜拜 拜拜 李总 李总啊 您能不能再看一下我们的项目 对 有不足我们可以改进 这我理解 但 喂 喂 喂 你好 您的那个Type-C接口的那个线和充电宝 能不能借我用一下 我说没电了 可以 可以 谢谢啊 谢谢 谢谢啊 我们在创业大赛上见过呀 你 你当时坐在我边上 对对对 原来是你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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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当时还没顾上正式介绍呢 我叫林大义 胸怀大义的大义 林总 您好 我叫柠檬 你跟那个水果不太一样 你这个名字好记啊 幸会幸会啊 宁经理 那个 经理这个头衔是 为了这个行程我们老板 特意给我加的 我现在在公司的职位是分析师 我觉得你这个人啊 真的是挺有意思的 你看啊 一般的人呢 都往自己的脸上贴紧 你这倒好 给自己这表情啊 假的 真不了 对了 林总 我在那个比赛场上 为什么没看见您的项目 我的那个项目啊 最终也没有入围 那是个什么产品啊 家居健身器材 角膜饼 对了 我给你拿着资料 看一看 给我们多提议一下 别别别 来啊 其实呢 就是我 大学毕业以后 当了好几年的马农民 那段时间呀 天天加班催人老 下了班呢 那天晚上是火锅 啤酒 小烧烤 就觉得自己年轻嘛 身体扛燥 可是后来 经常看到网上 发出一些年轻人猝死的消息 我就怕了 我就赶紧到医院检查身体去 这一检查不要紧 身体上 那果然是响起了警报 所以呀 其实我 爱好运动 真实的原因是因为我熄灭了 时间久了呢 倒也成了爱好 后来开始创业呢 我就想着 把自己的专业和爱好 结合起来 其实现在 像居家健身 它的确是一个风向 是 只要产品足够有特点 就会很有市场 您可不可以给我个机会 调研一下 那太可以了 那这样 你自己订个时间 随时可以到我们公司来看看 好不好 好 太好了 谢谢林总 一千万别谢 遇见你 你能来 这是我们公司的信愿 再给我盛一碗 你们家还挺和谐呢 是啊 我爸妈特别逗 收起你那怜悯的眼神 我不需要 面干 哎呀 家家有本难念经嘛 每家的问题都不一样 你看 你这么优秀 也不能说 跟陆伯伯一点关系都没有 跟他有什么关系 上梁不振下梁歪 你没歪 这就说明 至少陆伯伯贡献了 他优秀的遗传基因给 有句话叫 逮竹出好损 我 就是那个好损 那不能 你们俩简直是一个目子硬出来的 脾气都一模一样 你去诚心不让我吃的时候 不不不 我不说了 你吃 好 你吃 都要不要 吃 可是不行 我就是 你吃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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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那好吃岂不是要把锅都给吞了 口是心非 来给你加点菜吧 谢谢 生日快乐 怎么了 我脸上有东西 你还让我葱 逗你玩的 傻瓜 快吃你的面吧 我们下个月之后 吃饭 咀嚼 咀嚼